记者郑宏达台北报道,针对2020东京奥运台湾证明公投提案,中国国台办金表示台湾选手以中国台北名义出赛并摘金夺银,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骄傲,并称此公投将自食恶果。 对此,台湾团结联盟反枪谁跟你两岸中国人?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金鱼记者会表示,多年来在奥会模式下,台湾体育健儿能参加包括奥运在内的国际体育赛事借金夺银,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骄傲。 安痛批奥运证明公投只是为满足倒霉及少数极端台独分子一己之私,最终只会自食恶果。 对此,台联政策部主任陈嘉林驳斥国台办谁跟你两岸中国人?并强调证明公投就是为摆脱一中架构的中国台北,Chinese Taipei,安峰山的说法恰好凸显了推动该公投的理由, 即为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,陈嘉林强调,台湾,中国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,但台湾选手三十多年来却必须背负Chinese Taipei的奇怪队名出赛,被买化为中国的一个地区。 台湾民主化进程走到今日,体育代表队证明是转型正义与解职运动的必然结果。 陈嘉林直言,虽然队名Chinese Taipei是在1981年落桑协议,也被称为奥会模式,所规定名称, 但任何国际协议签订后,都可经由谈判再次修改,终止或退出,推动代表队证明,完全不影响台湾选手的参赛权。 陈嘉林解释,一旦公投通过,政府就需依公投结果展开证明推动工作,结局只会有两种情况, 一为证明成功,让台湾选手以台湾之名出赛,二是证明不成功,继续以Chinese Taipei出赛,但在过程中至少可向国际发声。